国际持续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扩大的力道 美股避险情绪浓厚 那么主要指数星期一收盘都是收跌的 另外在纽约证交所以及纳斯达克 以及暂停了与俄罗斯所有公司的交易活动 美股周一开盘应声下跌 那么道琼指数盘中一度重挫超过400点 能源和国防股则是走强 那么到了这个收盘的时候 除了纳斯达克指数有收复超过0.4%之外 其余都是收黑的 欧股因为俄乌召开了停火谈判 跌幅缩小收黑 美国拜登政府在宣布禁止俄罗斯央行 以美元交易 同时冻结俄罗斯央行在美国的资产 我们也要带你来看看 美国即将驱逐12位 在纽约的联合国俄罗斯外交人员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